不要再开什么公听会了 因为这几年台湾的公听会 根本就流于形式 各说各话 回去之后立委继续关起门来 搞他自己的 我们觉得就办听证 每一个人对他自己说的话 负法律责任 拿出什么样的数据 什么样的依据 什么样的科学凭证 什么样的事实来说话 社团法人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 19号针对目前通过 一读的野保法条文修正草案 提出声明 希望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召开听证会 认为公听会只会流于形式 但蔡志伟副教授 提出国会听证 目前还不完备 虽然在提很多 国会听证的概念 但是受限于 目前我们国会 具有的这样的一种调查权 是否完备的这样一种概念 所以其实 虽然有这样的一种建议 但我觉得赋予 如果要进行国会听证 其实应该要搭配的是一个 国会它相对应的 可能要有一定的权利去配合 针对动保团体 目前质疑非盈利自用 是否沦为非法私下 买卖交易的保护伞 包括原住民族社会 排除限定禁制使用兽夹 原住民学者认为 听起来似乎只有站在 动物权立场 但排除了原住民 跟自然环境的紧密关系 你要过多的保护 因为完全禁止这些狩猎 就会让那些人家物 就会数量就会过于谈大 所以谈大就会破坏这个生态 原住民族狩猎 然后可以去给予这个非盈利自用 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觉得目前反对者 太去放大了 这个条纹本身 文字上面可能产生的效果 动保团体会提出来 就是说任何的劣据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 就是任何的劣据本身 都会对于动物产生 不可避免的一个伤害 所以那以目前的 这样一种修法本本来看 当然我们大概已经预设了 兽甲本身对于这个猎物 可能产生的伤害是 比较有可能是不可回复的 学者提出 目前听到动保基于许多理由 反对野保法目前修法进程 更质疑部落 是否能自主进行规范 学者汪明辉认为 应该要翻转整个社会 对于原住民族狩猎的偏颇心态 他们原住民族对动物关心 可是他对动物的亲密 对动物的跟其他的 这些植物之间关心 他们这个不是很关心的 那原住民关心的 就是一个整个领域 整个生态系统 这两个人就会 就会规范出 基于传统的这种文化 就狩猎来讲 学者认为基于传统的文化 就狩猎来讲 动保团体放大 非盈利自用的文字规范 带来的效果 以及限制列具种类的概念想法 是有违生态保育 再加上目前国会的停证制度中的调查权力 并不完善 与其过度保护动物造成生态浩劫 倒不如先了解原住民族狩猎文化比较重要 接着早上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